没事再问你一次 你知错了吗 知错 难道喜欢一个人 还能喜欢一冷也是错 你喜欢的人是你师父 这在网绘伦长 大无之道 行 你绝不允许有你这种恶心的败力存在 九九八十一绝情编 祖孙上 还有六十 千万不要寻思 动手吧 万年 大雪沉破在说再见 万岑怎么会有你这种徒弟 万岑怎么会有你这种徒弟 万岑早就有如此龌龊的心思 万岑早就将你逐出世门 和我的亏欠 龌龊 你可靠近的灵魂 情怀我沦陷 一颗心被爱恨思念 也不肯飞远 师父你居然觉得我获处 难道我对你的感情 就这么让你恶心吗 你闭嘴 我骗不 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做 不是我恶心 是你们恶心 是这天道恶心 千如苏 我苏想 变迁了这天道 偏偏为你 但不情趣 如同身后沾着你 落雨 我苏想 再次离世 用这一生一切 永生永世 绝不休息 尘迁一抹身影 就这一苦一天 一梦一番的缘情 为何你到家下 永生永世 永生永世 用这一生一世 一起灰灰的相依 欢迎你在身边 为一幕朝夕 江峰 用这一子一句 女仙思想 逆世天道 发起实事为人 经理人间诸般苦楚后 灰飞烟灭 死我了 这才往路为常 那也不到 女仙思想 逆世天道 就这么让人恶心了 发起实事为人 经理人间诸般苦楚后 灰飞 相儿 尊上 好消息 相儿姐姐 找到了 找到了 她现在在人间的第几世 回尊上 她在人间的 最后一世 人虽然已经找到了 但是 她是不愿意修仙的 若是再不修仙的话 这一事结束后 她会 灰飞烟灭的 你去准备一下 我们下午 祝她修仙 若是被天道发现了 且要本座 担着 挑战 小儿 一眼中 只有你 随我照亮 快 灰飞 失去 会让你贵非燕灭 好 哎 啊 啊 我明明看到她往这边跑的 小姐 要不算了吧 陈世子虽然长得帅 可是咱们追了这么久了 你家小姐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世子她是对我有益的 上姐齐悔她多亏的花 可是亲手送给我的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自从母亲去世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花 啊 这位熊堂 又是个道士 不是捅了道士窝了吗 隔三差五就遇见道士 这位道长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美男 穿着青色的衣袍 个子和你差不多高 是整条街最帅的男人 不曾 谢谢道长 小唐 咱们接着找 姑娘请留步 姑娘请留步 道长 还有何事啊 有话快说 还急着找人吗 姑娘 我乃修道之人 刚才看姑娘天生千古 不知 姑娘可否愿意跟我一起修道 不修 姑娘很有天赋 你别过来啊 再有天赋我也不修 本姑娘这辈子绝不修仙 姑娘 修仙有很多好处 闭嘴 劝人修仙 天打雷批 你知道上一个劝我修仙的道士 将会怎么样了吗 怎么样 被我狠狠狠的道士 被我狠狠的那一顿 你要是再吵 我就 程世子 小唐 快把画给我 成世子 成世子 人家喜欢你 怎么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成世子 我的画 成世子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小姐 来 姑娘 怎么了 刀长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感情 不如跟我一起修仙闻道 修仙可颜念异兽 拒绝 可容貌永住 拒绝 可 你到底要干嘛 修仙可习的法术 做常人不能做之事 法术 是那种 我结个业 就能 这种法术吗 是 能飞烟走遍 能 能想要触摸 能 能 能让成世子爱上我 不能 骗子 尊上 苏小姐她 我们还会再见面 怎么样 小姐 我打听到了 太好了 成世子会参加今年的奇异大赛 还说是赢了他 就可以提一个要求 真的 我要去参加奇异大赛 可我不会下棋 这成世子 是蝉联了三界的奇异冠军 怎么能赢得了他呢 除非是有大陆 我有办法了 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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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先长 之前您说 要说我为徒的事情 是真的吗 先长 你要是帮我扔了棋赛 我就答应你 什么棋赛 这么紧 当然紧要了 停了棋赛 我就可以喝池 和成世子有关 对吧 是要怎么样 你就说 你答不答应吧 好 好 我明日便教你下棋 呀 县长 真好 县长 干嘛打我 这是平安符 可护你平安 谢谢县长 现在先和自己对异 这儿也不能下 那儿也不能下 那到底怎么下嘛 要不你 是你突然俯身的 我可没有邀请你 这是我的初吻 我都整个嘴巴 好软 那个 那个吻 无妨 那就好 我反正是不介意 不就一个吻吗 你是怕 不好意思 修道之人 无情无欲 不在意这些 下棋吧 你的耳朵 好像红了 你该不会害羞了吧 你走 是去情片 你去哪 嘴上说着无依无情 结果亲一下就 假正情 是绝情片 同情则伤 九九八十一遍 绝情片 上仙徐文柳 带坐下 溺图速响 受刑六十遍 这是最后一遍 你可证明着的灵魂 为了她 真的值得吗 你我也喜欢 别不肯 你为什么就不能 干一下我 可知你没心 的一言 如透如故 再见 如愿 此间 不不得 她是你的徒弟 是贝斯 不 有生有事 她只会是你的徒弟 这套好不好看 好看 不过一个决赛而已 何必穿得如此花枝招展 那怎么行 赢了之后 我可是要跟程世子 约会的 当然得好看一遍 你怎么确定 你一定会赢 因为我有仙长啊 我的水平 你也知道 到时候 你记得用心灵感应 帮我赢旗 你 你该不会反悔了 你可不能反悔啊 我的三个 我去换下一头 孙杀 出事了 范红仙子 到敌仙剧找平了 你死死下坎的事 快要报路了 啊 啊 仙长 啊 仙长 仙长你去哪儿啊 你走了 我骑萨怎么办啊 苏大小姐 一个草包也来比赛 真不怕丢脸 她恐怕连用哪只手下坎 都不知道吧 没错 听闻苏大小姐 自幼丧骨 没人管教她 她会下棋啊 你不先丢人吗 仙长你到底去哪里了呀 别把我下棋啊 回事吧 你赢不了 反正 来都来了 万一我赢了你 你 你可不可以和我约会 赢了我 好大的口气 今天我要是输了 我名字倒过来写 开始吧 我有样的啊 快看 对 对 好 看 看 看 这水平还行的我 你不会就别在这丢人 浪费时间 你赶紧赃粗吧 不就是下棋吗 谁不会 下就下 真好想 下这里 这一场妙啊 齐居居然一下子就被淹窗了 怎么会这样 那倒是 因为我有高人之地 快点啊 我等得花都谢了 你到底还下不下呀 切莫得意忘形 怕是 我先挡在我旁 我是神来杀神 佛来杀佛 杀杀杀 低调 说得也是 低调低调 呃 县长 接下来这一部棋下哪 县长真好 县长万岁 他前后的奇异怎么变化这么大 莫非刚才是你的故 所以是 县长万岁 tall 我先挡在下哪 让我 啊 还 有了 是不是下 神呢 尊少 何事 尊少 你之前都去哪了 为什么都不在仙君 我现在不就在了吗 那在此之前呢 本座去哪了 你怎么干 就是许久未见你 特来拜访你 尊少 你应该不会赶我走吧 随便 我就要输了 到哪了 天零零地零零 哥鲁神仙快醒了 霍掌居然被我找到了 你看 这赢了呀 是 他竟然赢了 程世子 我赢了 现在你可以和我约会了吧 程世子 我赢了 现在你可以和我约会了吧 程世子 程世子 你去哪儿 你答应输了就和我约会的 难道是想食言吗 是啊 这是个男人 男人输不起 你真不丢人 就是 你真不讲理 堂堂是个粗了 居然不认识 谁 你说你这样说 还答应了 程世子居然是这个人 好 我答应跟你约会 你先去承风口当务 我很快就去找你 宋香 让我今天丢这么大的脸 我绝不会放了你的 最上 你要去哪儿 水晴鞭 你下凡 你下凡 是不是为了苏香 为什么 过了这么久 你还是放不下他 他 他如此念念不忘 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他 修得无缘 他永远只会是作物的统定 你 你这是绝情编上 你可然还是对苏香斗情了 你可然还是对苏香斗情了 你让开 我让 我让 除六十绝情了 你以为他回去一半行为 你还要为他违背天道吗 四有 天道无奇 一旦踏出这里 天雷就会疲了 小女无败别的行为 待到这里 你也要走 我 是又是我 小女危险你 俗香 只能是此 你终于 你们是谁啊 你想看什么 干啥 这天都黑了 当然是个小美人 干怪活的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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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天真 俗香 啊 再说最后一遍 张开 不要 好什么呀 我警告你 你别过来啊 你都熟掉的 不要 天总 和大师师徒 你们是不可能的 啊 救命 苏香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还是阴魂不散 我要你死 啊 先生救命 先生你怎么都来了 你都不知道我害怕死了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 看过人间的风雪 与你相约 仙长 您真的是仙人啊 仙长 您真的是仙人啊 您的仙术好强啊 还有您这头发 小冠 救命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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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先生 就是他们欺负的我 可别让他们跑了 快跑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啊 饶命 饶命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们 是程世子让我们这么做的 你说什么 谁 是 是程世子 到底是谁 与他往饶命 真的是程世子 他说让我们 让我们毁了你 干什么 你要去哪 去找程兰 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这么冲过去 能问出来啥 那你说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你 你都是缩呀 好 这样 那个 是 是 是办法能行吗 行 是 是 是 小点声 仙长好了呀 搜了一下就飞上来了 废员 竟然对付不了一个女人 世子消消气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世子消消气 那苏强生性脚爬筋诈 一次没成功 也是正常的 他们这 会不会发现 我儿说的没错 他就是生性脚爬 居然害我在棋义大赛上 就那么大的人 我定找不了他 世子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一次没成功 我就再来一次 只不过 他现在对我防备心态 我怕他躲着我不守 十日后是我爹爹的授权 那时候人会特别多 我们可以找人吧 没错 毁了他 再拿下苏府 这一切 都是咱俩的了 都是咱俩的了 定 走了 仙长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怎么办 松手 我不 你要是不答应帮我 我就不松手 我们家仙长 我的命可真苦 我的妹妹设计我 我的心让人陷害我 就连我最幸运的仙长 都不管我 我就是一个 没人疼 没人爱的小可怜 我死了 还说什么 守人家为徒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跟谁家的师父 不把徒弟 你至今都未败我为师 你之前说我帮你赢了 棋义大赛 你就败我为师 我怕是 只要你再帮我这一次 我立刻跟你休闲问道 好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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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我怎么帮你 苏伯父 今日是您的寿臣 小植在这里祝您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谢谢贤侄 来 姐姐 我敬你一杯 蠢货 马上你就要被踢出死家 大掌 我姐姐喝醉了 她这么睡 肯定不舒服 带她回屋休息吧 好热啊 我怎么这么热 姐姐 很快就不热了 我去给你找男人过来 男人你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 本姑娘现在 要赶去看另一场好戏 苏东明 苏东明窝囊废 苏东明窝囊废 要不是我今天为了整苏香 我才不会来参加你这个什么破瘦面 他怎么可以 他怎么可以 这种话怎么不是 你说什么道歉的 这真是 真是太势力了 苏伯父 你听我说 我胡说八道呢我 我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嘴怎么就不停使唤了 苏东明 屁 不不不不 苏伯父 真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呀 这土真丸果然厉害 务必把这个 在宴会的时候 放在成岚的酒杯里 成岚 敢设计本姑娘 那就让你尝尝土真丸的厉害 成岚 不 上次棋一大赛后的小混混 是不是遇到了汗 没错 就是我 谁让你让我在棋一大赛上那么丢人 我定要毁了你 丢我吃 怎么能这样对我 当然是因为讨厌你 自俗多情的废 随手扔个破话被你抢 你还纠缠不凶上 要不是看你是苏世敌女 有利可度 我走就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我不在这儿 那应该在哪儿 在厢房里啊 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我应该在厢房里 因为上次玷污你没成功 我和我儿子决定再害你一次 我儿子在你的酒里下了催行药 还在你的房间安排了一个男人 就是为了毁掉你的名声 如果你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里 那我儿子在哪里 他 他当然在 乡 你别这么粗了吗 这 慢点 我儿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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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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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钱不是这样的 老爷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肯定是有人要陷害我儿儿啊 爹爹 是姐姐 都是姐姐想陷害我 刚刚程慎子一定全部交你 你和他密谋回我清白的事 你休要再交 醉酒之言 岂能当真 对 就是 我喝多了一杯胡言呢 对 醉酒之言说的话 怎么能相信呢 我这玩的要效果 是一致死 得让你出现了 爹爹 我还不敢欺瞒爹爹 是姐姐 姐姐醉酒 我不停地到房间 然后呢突然就打晕了 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姐姐 同位姐妹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早就猜到你不可能清一场 我告诉你 我有证 你们自己说 是 是婉小姐 是婉小姐得罪了大小姐 大小姐让小人这么做的 她说要让小人玷污婉小姐 你再说一遍 再说几遍 那也是大小姐您让小人这么做的呀 您还让小人把脏水泼给婉小姐 不说 你 你来说 是 是大小姐给了奴婉包药粉 让奴婉放在婉小姐的酒杯里 我没有 大小姐爱慕成世子已久 意外得知世子喜欢婉小姐 所以让奴婉去污蔑婉小姐 你们 你们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冤枉我 大小姐 是应该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婉儿啊 是你收买了她 大生姐污蔑一次还不够吗 还要再来吗 老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臭了 人证物证巨在嘴 什么可狡辩的 如果我可以为大小姐作证 小贱女子这么无套 道长要如何作证 十日后是我爹爹的授权 那时候人物特别 我们可以找人办的 坏了 再拿下孙子 这一期 都是咱俩的了 这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这平时端庄的婉小姐 竟如此的恶毒 是一只只能并行写掉 既然你都不相信我 那我唯有意思看他证明我的清白 你不要 不要啊 女儿 娃儿 你别吓娘啊 爹爹 我还没有 真的没做过 请你相信我 老爷 我还是冲了名的大家归宿 他怎么可能做出那种没有教养的事 现在仅凭这句毫无根据的话 还有一些故隆选序的道法 你就这样不相信他 逼得他不得不以死来自称清白 这是真状 看来是被冤枉了 他竟敢拿自己的性命做保证 这是 肯定讲不了 有娘生没娘娘 难怪会做出这不要脸的事 婉儿向来知书答 闹是大小金 不知理人知 成天跟在我屁股后 对我纠缠不休 做出对我瞎要之事 不足为奇 成公子所言不虚 我都碰见过好几次了 难怪成世子看不上 我们家要有这样的女儿 敢就打死她算了 爹 不是这样的 仙长他没有故隆选序 这些都是真的 爹 爹 阿子你的妹妹 你竟然陷害她 果然和你母亲一样 产毒恶毒 不是你我母亲 你重情秘籍 害她在生弟弟 是一世两命 就是你害死了 才你有什么资格提她 给我闭嘴 苏大姐 你还要求 不要让人知情 放开她 她不知延迟 还陷害无辜的网儿 我现在就抓她去进猪笼 你阵我苏家的门缝 我向你放开她 妖道 你是妖道 来人 把这对肩负淫富给我抓起来 妮女 你敢施负 到日今日 我当初生你的时候 就该掐死你 先喊叔妹朋友 现在竟然施负 真是个不孝不忠的逆子 难怪成狮子看不上她 大家都看清楚 狮子骂她没错 这个女子 连她父亲都要杀 你真的 给我闭嘴 我没有你这个妄图师父的女儿 你和你那个傻贱的母亲 一个样子 祖下 你 从今日起 需要踏入苏家半步 你给我滚 你可证明这个灵魂 情怀我 即日我所想 一发呆舍 从此于你 当一句 在黑夜 可自你 灵魂 的音乐 如同如故 再见 如愿 此间 不得 我却 先吃点东西 不回了 才没有 离开了伤害我的人 有什么好后悔的 姐姐 你不要太伤心了 不用你们家好心 如果不是你们推我娘亲进湖 你亲怎么会崩寒过世 谁让他不让我当平气 他当然得死 你们吃了 救命 握手 老爷 晦气的东西 快回你的房间去 小刀 快把画给我 怎么又是 手 手 我的画 接下来什么打算 快把你为师 从今天开始 快要努力修仙 快要变弃 让那些人 再也不敢欺负 好 今天教你遇见飞行 为师先给你饮睡 走 哇 师父 师父你好厉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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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跟着 师父 这个我学会了 哇 哇 嗯 嗯 起飞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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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师父 我是不是太重了 该减肥了呀 师父 我飞 我飞 师父 飞起来了 我会飞了 看我做什么 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这有什么难的 有你 有你 千笑的甜 我的泪之眼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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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飞 你 你 他 你 我飞 你 个人 我飞 师父 香儿 你很可爱 我喜欢你 人家 人家也喜欢 我坐着月亮坐温 想要入梦 来叹你眼中全 师父 你的眼神 在尽一寸 惊动变成虚落的深感 满天星辰 角落上的迷茫 我 我 我刚刚 蚊子 师父 你可别动啊 臭蚊子 你敢咬我师父 今天你死定 师父 我已经把他抓住了 你可以安心睡了 我这困了 我也去睡了 你想融化冰山一样的他 你想让他败倒在你的十六群虾吗 你想让他为你着迷对你日子叶响指上飞链 可怕 十招 这就是十招 好晕啊 啊 我 面色红润 瞳孔漆黑明亮 分明很健康 我 师父 你怎么不接住我呀 打坐不专心 该法 我 我刚刚 我刚刚头晕 伸手 你一找不着坐 难道是我不放容吗 师父 师父 我要打 师父 我 核心太差 底盘不稳 今日佳训 蹲马步两个时辰 是 这招不行还有九招 本姑娘绝不认识 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 出来练剑 不 不去 你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不舒服 就是不去 再说一遍 我不 我不 是不是 我 我不去呢呀 练剑 不练 练 练不练 还不练 我不 练不练 我不练 我 还不练 对对对对 师父 你别打了 我练 我练还不行吗 最后一招 被杀刺 把我 进了上宫 为 师父 别夫妻 我 师父 师父 以后不许再回去 我没睡 师父 我 我还有事 你早点休息 为时有事要出去一趟 不准走 不准走 我话还没说完呢 付锤 我不 别插嘴 师父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永远都不喜欢你 你只是我的徒弟 是呢 是 天地的鬼子 冷漠着之热 其实日可月能并迁 光与安能处 你闻的 小儿 你下半股 也是为了住他 他告发天剑 现在就让他灰飞烟灭 你居然为了住 要对我动手 你杀了我 他的是更满不住 到时候 他一样会灰烟灭 行啊 你动手 反正你杀了我 他也一样会死 哈哈 你不敢杀我 是因为你不想让他死 其实 我也不想让你喝 你想怎样 我想和尊少 做一笔交谱 说 你和我在一起 那么 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都会替你报名 尊少 好像应该怎么样了 师父说这钟离山上 有得到的仙人 可我这已经来了一个月了 也没见到仙人 这老兔该不会骗我的吧 要是明天还找不到 就打道回府 谁啊 你识人识鬼 有本事你出来 他不会摔死你吧 你是 你在做什么 他没有鼻息了 怎么会啊 他刚刚摔倒了 就没事了 我明明探悟他的鼻息啊 看你也是个道士 难道还不懂鼻息大法吗 你们也是道士啊 我师父 让我来山上 寻找一位姓徐的仙人 找他办事学艺啊 你师父的法号是什么 苦臣子 你们跟上吧 谁让我睡着打了我啊 香儿 起来练剑了 师父 师父 我告诉你 我喜欢你 今天 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不然 不然我就 王 云 上 公 不会吧 我到底有没有对十路表白啊 小二 你怎么了 快开门 师父 那个 我 就是 先把门打开 看师父的反应 昨晚我应该没有表白吧 那我头上的伤 还是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好探探师父的口风 哎哟 师父啊 我这今天一醒过来 脑袋就被开了瓢 这 是不是你打的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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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可以作证 是你自己摔的 你是谁 你凭什么作证啊 我又不认识你 可我认识你啊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去山中林下耍风 结果一顿鬼哭狼嚎之后 就摔倒在地 然后脑子正好撞在一块石头上 然后 你的伤 就这么来了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是师父打 我为什么要打呢 因为 因为我喝了酒 师父 我醉酒之后 没对你做什么 大不敬的事情 为师作人回来时 发现你已经不知所踪 到山下去寻你 你已经晕倒在山下林里 原来没表白啊 那些丢人的画面 其实并没有发生 岂不是我在师父心中 还是怪小可爱的形象 笑着 以后不许再饮酒 我跟你讲啊 你喝多了之后 可吓人了呢 昨天晚上我差点以为你是妖怪 正准备做法收了你 你谁啊你 他做法收了我 信不信我一拳 我捶你 师父 师父 这是我师父 这是我师父 我师父就收我一个徒弟 你少喷关系 昨天晚上师父收我为徒了 以后你就是我师姐 我就是你师弟了 我 是 他叫台安 是你的师弟 他有谁啊 你谁啊你 谁让你没经过我师父同意 就碰他的 师父 他都没有经过你同意 你干嘛不躲开啊 师父 为什么 这位可是师娘 说八道什么 师娘是师父的夫人 师父根本就没有夫人 那 这位分明就是师娘 我拜师正合计 根本就没见过师娘 也没有经过有师娘 之前没见过 不代表没有了 谁也会不会见过 闭嘴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父亲 还不跟香儿介绍介绍我 香儿 过来拜见师娘 以前你不知道我 我还尊敌官 也很正常 从今以后 我们师弟四个人一起 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熟悉起来 尊上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考虑的怎么样 到底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好 答应和你在一起 你和她是师徒关系 你们在一起 只会害了她 你跟我在一起 刚好可以断了她的念想 尊上 你也不想千年前 朱仙台的悲剧 再赏言一次吧 虚来的心愿 尊上 别忘记你的身份 是尽快的 香儿 我来叫师娘 师娘 我只想没见过你 我只想 先您不要生气 你是文柳的土地 也就是我的土地 俗话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悟 对我们来说 你就像我们俩给你 我们怎么会跟你计较 我会永远留在从前 我先去练剑了 不吃饭了吗 不吃了 师娘 我也不吃了 我也去练剑 尊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碰我 尊上 你已经同意 跟我在一起 以后 我还会是你的仙女 你的妻子 这就意味着 我不但可以碰 还会为你生而育 你拒绝我 我就把苏向的事情说下去 你看 这就要看 尊上你的表现 这样还差不多 其实 尊上你跟我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结局 一来 你可以淡化对苏香的感情 免受绝情变得痛苦 二来 一旦苏香飞升成心 就会恢复起意 想起千年前诸仙谭一事 淡淡想起 绝不可能原谅 你闭嘴 我偏不 一个人有什么做 不是我恶心 是你们恶心 是个天道恶心 才能无人忘 如今算黑爱流放 变弃了这天了 在了眼泪中 呀 我苏香 在此历史 永生永世 绝不休闲 也绝不在 想起来了吧 不管他飞不飞生 你和他都是不可能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 你快别跑了 你还跑多久啊 啊我快跟不上了 好跟上我 月股在发前 你怎么哭了呀 师姐 你怎么哭了呀 你看错了 我没哭 哦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崴脚腾哭了吧 都说了我没哭 好吧好吧 是我看错了 本来就没有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你脸上有脏东西 快擦一擦吧 什么脏东西 经营剔透的 我们一般管它叫做眼泪 你干嘛 师父 师父 男女受受不弃 你松手 这时候知道受受不弃 之前对我做了些什么 也都忘了 师姐 你脸怎么红啊 你之前对师父 闭嘴 之前那是一场意外 而且您说了 我们修道之人 无欲无求 现在 怎么还计较起来 那是你在计较 小受伤了要及时处理 不然会淤险拥动 越来越重 导致最后无法行走 哦 那就麻烦师父 帮我处理 怎么不练剑 小二 你受伤了吗 我愿意 苏夏 苏夏 你清醒一点 师父是有夫人的 想不掉 我愿意回事 师娘 刚才我崴到脚了 师父帮我疗伤 现在已经好多了 师父 可以开始受咳了 天涯何处无方式 何必当念这只油煮 以后就好好过师父的谱定 别再想一些有的没的了 太阳 手抬高点 初见时要沉门有令 是 师父 其实这么一看 苏香和太安 狼才女吗 两个人站在一起 还是挺般配 修道之人 不需要儿女情长 你身为尊上 尚且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更何况是凡人 而且 根据我最近的观察 太安对苏香 并非全无感情 那又如何 不如何 我看苏香和她很亲密 没准 还能成为一段佳话 给你们摘了果子 快来吃吧 谢谢师娘 我去给师姐拿一个 师姐 给 出果子 曾圣 你和苏香 不可能 如果你不想让她死 就歇了这份心 不必反复提醒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看 师父跟师娘的感情真好 真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这样 跟自己喜欢的人 招心想法 是啊 他们感情真好 他已经有护化使者 你说你着急吃干嘛 又没人跟你抢 师父 你真是 师父 你的手 恰住了 别动 为时来帮你 我好了 刚刚那个果子 差点淹死我 谢谢师父 师父你真厉害 谢谢师父 师娘 我去喝点水 师姐 这有水 跑得跟兔子似的 怕什么呀 师父 嗯 好巧 晚上好 不巧 我在等你 你等我 是有什么事吗 我的果子 谢谢师父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我该回去休息了 听思也不早了 师父您老人家 也早点休息 香儿 你为什么躲着我 我没有 师父 我就是太困了 天真的很晚了 师娘肯定也在等你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样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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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上 师父是师娘的 苏晓 你可不能再想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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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无聊 这么大了还玩这个 有不有事 你在想什么事情 没想什么 错 你的表情迷茫而不解 他告诉我 你现在遇到了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施主 频道在占卜问卦方面 小有学问 你有什么要算的吗 其实不是我 是我一个朋友 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 那你不妨 听你这个朋友说说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 就是我吧 我那个朋友吧 他有一段感情 还没开始 就结束了 就是 他那个人 我喜欢他 人家话又丑 所以我就 我那个朋友 他该怎么办 我那个朋友 他该怎么办 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当然是 男的呀 这关系又没什么事 你就说 他该怎么办 其实这缘分 就是天注定的事情 既然 你朋友喜欢的那个人 不喜欢他 那就说明 他们两个没有缘分啊 那就应该 及时止损 趁早放弃才好 那 你那个朋友 也是这么想的 对啊 那你这个朋友 品性是相当不错啊 那当然 哎 不过就是 他好像 陷入这段单恋里 走不出来了 明知道 他是不属于自己的 却还是忍不住 你只会想他 那你那个朋友 挺苦恼的吧 唉 是啊 所以你说 他该怎么样 才能快速忘掉他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啊 我告诉你 其实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 有些事是可以淡忘掉他 那他现在 就想快点忘掉他呢 有两种办法 大师请讲 嗯 第一种 就是喝忘情水 你有忘情水啊 我哪有这东西啊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 重新认识新的女人 重新接受新的女人 这是什么意思 俗话说 走出一段失败的感情 最快的方法就是 重新接受新的感情 有一个词叫做 喜新厌旧 你听说过吗 人嘛 就是这样 只听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啊 当你那个朋友 有了新的爱人之后 他会立刻忘记掉 那段伤心的感情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这个朋友 开展一段新感情 如此可教也 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我得找个新男人 得找个新男人 我这里除了师父 就只剩下 个子没有师父高 腿没有师父整 脸也没有师父好看 他不行不行 哎 怎么总是想到师父啊 他来的虽然比师父差远了 但错过着用了 现在先用它 把师父赶出脑袋前行 我说 用心合作 正月亮 做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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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看着我干什么 嗯 就 就突然发现你长得挺英俊 所以我决定 给你个机会 突然发现你长得还挺英俊 所以我决定给你个机会 不 什么机会 一个 你得到我的机会 什么意思啊 我有点听不懂 什么叫一个得到你的机会 哎 就是我允许你和我在一起 啊 啊 什么啊 这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要是敢拒绝我 我就把你的头发拔光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我男人了 记住了吗 这会不会太快了吧 以后出去 别人要是问你 你就说 你是我苏香的男人 可是怎么证明我是你男人呢 又无凭无据的 别的男人都有名分 就我没有名分 再说了 就算说出去 别人也不会信啊 这凡人的名分 是成亲 咱们修道之人 怎么才能给对方名分呢 结为道理 啊 那是什么呀 结为道理就有了名分 然后两个人还可以双手 那又是什么呀 就是 两个人一起修炼 功力飞速增长 还有这种好事 你怎么不早早告诉我 早点告诉我 我早跟你双修了 你怎么了 咱们现在就结为道理 一起双修嘛 结为道理这么大的事情 李莹我们先告诉师傅 还愣着做什么 快起来 咱们现在就告诉师傅 走 怎么 师傅师娘 我跟香儿 有话跟你们说 香儿 有什么事 我也要归吗 师傅 我跟香儿两心相悦 想结为道理 还请师傅成选 还请师傅成选 这是喜事啊 师娘先前看你们两个就觉得般配 既然现在想结为道理 师娘和师傅当然是乐见其成 好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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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什么时候结为道理 今天 只要你们两个人同意 我们今天就想结为道理 看把你们心急的 结道理是大事 虽然我们是修道之人 该有的仪式也不能省 这样吧 我们今天下山去 为他们置办一些喜庆功能 也算是为他们庆祝 太阳 你先出去 师傅 好 出去 我有话跟小二说 是 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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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和他结为道理 不可以吗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他结为道理 为什么呀 就觉得 他长得英俊 喜欢 喜欢那本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结为道理之后 就可以双修了 听说双修可以精进修为 功力大增 这样一来 你想要精进修为功力大增 就要找一个修为高深的道理 以太安的修为 就算你和他双修也不会有什么精进 原来是这样 如果你想增加功力 如果你想增加功力 为师可以毫无保留地教你 你根本用不着找道理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师父了 师父还有师娘要找我 你不用管他 我收了你为主 就要对你负责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可是 师父是师娘的 不可能一辈子保护 我很羡慕师父和师娘的感情 也想找一个男人 是属于自己 你师父的事 你生成 小 师父 你流血了 所以 你信我太安 师父 你怎么了 你就想和太安 一生一世一双人 回话 师父 我和太安 我们刚刚准备好下山裁门 你们在做什么 师父 苏香是我的 你已经有师娘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师父 你这么做 对不起我 对不起苏香 你更对不起师娘 今天这件事 你必须得跟我一个交代 他 你朋友不想 你和他成为道理 我配不上他 难道你就配得像头吗 道理一世 到此为止 谁都不准再提 这件事 我会答应的 就算你不答应 你这辈子 也只能是她的师父 徐文柳 你派我当成什么了 还是说 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 够了 别吵 师父 做你的怀疑 乱走 和我的亏欠 我还能让我再一次 立刻证明的灵魂 情怀 你对他做什么 你把他还给我 他人 从现在起 不散是我的土地 看着你一心的一眼 如同如困 你都到哪儿去了 从哪儿来 从哪儿去 那他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只能处理 你要篡改他的记忆 既然你和他断了 那就别怪我亲自都是 好不容易让你贬为凡人 我绝不允许你再度成仙 什么 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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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心思的感觉 很快 就会被他全部指的 嗯 来 师父早 师娘早 没事吧 嗯 怎么了 做了个噩梦 但是想不起来具体梦到什么 想不起来有法 总会是个梦 怎么了 我怎么 我怎么总觉得 我怎么总觉得 这里呢还有一个人 还能有谁啊 我看你啊肯定是还没睡醒啊 嗯 你 你 你 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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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你 太阳 我和他 我们刚准备下山踩满 太阳是什么 太阳中只有你 为我照亮 回望中 那有你 真是大你无道 怎么能做这种梦 那可是师父 怎么能对师父产生别的想法 陪在远方 小孩 这是个梦 生病 小孩 你怎么了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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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超义发作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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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乡 松 рек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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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着 小孩 车 啊 这位胸膛 我是神来杀神 我来杀虎 杀杀杀 是 我喝太了 你也来我人生将心事都封存 香儿 感觉好点了吗 香儿 怎么了 泰安 泰安是谁 你还在撒谎 你都记起来了 是 所以泰安去哪 他回了他本来的地方 好 去哪 下生 你要去找他 师父 我们的师徒愿 就到此为止 你说什么 我不想休息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本来就不想休息啊 之前是因为跟家里闹成那样 没地方去 所以才选择休闲的 现在 那你现在有地方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跟着 我们刚刚准备好下山残满 你们在做什么 你说为什么 说什么 大点声 你说为什么 我太远深处 我太远深处 我还怎么面对你和师娘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和师娘的感情 师父既然已经有了师娘 我何必那么对我 现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待不下去 所以我不休息 你别走 我去走 为什么 我必须休息 为什么 天解马上就要到了 休闲之日 在古拜垂城之机放弃 那劫子可惜了 那我 我心意 还请师父让开 否则 休暗我不客气 让开 帮我走 香儿 你打不过我她 打不过也要打 反正我是不会留下的 你就和师娘好好在一起吧 香儿 你叫我走 死下了 香儿 被人被抓过去了 你在干什么 你快下去 哎呀 他怎么全都想起来了 现在可如何是好 是你动的手枪 是你动的手枪 是又如何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你的眼里只有他没有我 他要跟我在一起 又处处无视我 我嫉妒他 憎恨他 我恨不得他立刻死掉 永永远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对他做了什么 那些你想抹掉的 那些你从不提起的 前世今生 天上人间的 还统统都会想起来 你 还会记起朱仙台的一切 你记起你亲手抽下的绝情编 还会记起他永不休闲的誓言 你觉得 他的 记起了一切 还会记住修仙台 我太害怕了 因为我认识 真相大白症 他宁可灰飞烟灭 不会休息 闭嘴 闭嘴 我谈求修仙 他会逆车就是需要的 够了 我看总变万里 心灿灿烂 来的一笑 我 全心都拥有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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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 就晚了 来不及了 他全部都会想起来的 干什么 我 你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只要他应该多记起 都得不到 永远不会原谅你 小儿 小儿 你怎么样 师父请喝茶 我师父 我也有师父了 这是我师父 我有师父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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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你这种徒弟 是个尊草的师父 有如此龌龊的心 尊草就将你逐出世门 小儿 你来 小儿 我这个逆途 我老尊上飞心 全都记起来了 你去哪里 尊神 你这种 你这种 你的天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不会让你离开 我发过誓绝不再修行 你让开 不让 别以为我不会对你动手 你打不过我的 那就试试 我小青山一举 红一举不透 我天人生不断 荒唐是不朽 我胆固是痛满地生 每天随怀人 我有情罪如迷惑 尘弹了红枪 别再乱 我休息 又以尊上我的干系 你干什么 学亮 你到底要干什么 石温柳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的天劫马上就要到了 我是不会放你离开的 你就待在这儿 哪儿也不许去 你说了 我绝不修仙 你听不懂吗 你做你的尊上 我做个凡人 不行吗 不行 你是个什么毛病 我已经不是你徒弟了 你还要这么管我 你烦不烦 天地多了远 为你在眼前 再不去 熊梁 你把几箭撤了 你把几箭撤了 在城市里边缘 最难是城堆 各一世我已感 ren 把我出去 可多少星辰 哈 конечно 我 你说 喔 你放我出去 我这种心思龌龊的女人 不配修仙 不配飞生 你去哪 放我出去 洗完澡你给我回来 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赶吃饭 不吃 你赶紧放我出去 不放 你 坐下吃饭 我不饿 饿我也不吃 玄灵 吃饭 我就是不吃 你拿我怎么样 这 我这就死过不争 看他怎么把饭喂起 快吃了 我太人生苦的黄康是不朽 现在的心 也让我感到恶心 这里是满天四海的我游 青醉如玉露 沉淡了风雄 我笑成月如梦境 画一场空 我弹聚散 无忧何树能相抗 我盼风雨万里 心寒灿烂 原来的也想我 嗯 我好 啊 啊 给我解写 我要睡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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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睡在这里 你出去 你不是喜欢夜间打坐吗 你出去打坐呀 你出去打坐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 放开 不放 心鬼我不客气 请别 睡吧 闭眼 存生 到底想干什么 你这天气 马上就要到了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看着你去死 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再休息 你还说过 绝对不会再爱我 你 无耻 所以 你说的不算 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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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自己吃饭 我有事要出去 很快就会回来 我把绣尾三子 看你怎么让我分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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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兄为师 我人不能太心急 你慢慢的 天地的鬼子 冷漠着热 我把你交给我的拳都关掉 因为你跌光 思慧 无妨 我暂时待会保管 到你非生当人 再跟你 你别败费心思 我是不会有的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别 别 尊上 小生贤 先我们坐起来 好 尊上 你身上绝心变的伤 越来越严重了 你怎么来了 今日 您抢夺东海震海法器 被天界知道了 尊上 你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找到你 不时候 便是向儿的天界 只要再成功五十七个 尊上 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放 还想我喂你 张总 我留恋的人间 翻阅 曾书写的花年 无一圈浮华 生动的残念 明月 任何心梦也不灭 因缘坚决 尽数千年 抚平轻狂的爱 你出去是 早已 年月 你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到吗 听到 那你还不出去 不行 出去 出去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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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什么 你 你 最下 男女受受不起 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 还在乎这些 你 我警告你 你不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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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你在做什么 星儿 你刚刚在做什么 三修伟啊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三修伟啊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把你给我的全都还给你 从此 你我两不相亲 上一世你是我师父 我跳朱仙台 还了你的恩绩 这一世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散尽修为还 我苏想说不修行 就绝对不会再修行 我本就无意修行 三天后你的天结就来了 你这个时候三尽修为 你不要命了吗 你会灰飞烟灭的 那又如何 灰飞烟灭也是我的选择 用不着你苦 你再说一遍 我说是生是死 都是我的事情 与尊尚无关 还请尊尚 不要躲我的心事 苏翔 你是我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我是你师尊 我不认 小雾休息的陌生 桃花飘过红尽 不是神是陪尘 来的过内心 如在深深掃 你早就不想做你这师尊了 本座也早就不想做你这师尊了 干什么 你想做什么 你的男生 你是网络人的 我要凶住我 放开我 睡吧 睡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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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尊上 没有找到苏向的提示 怎么会没有 给你找 接着给我去找 你要给我找到他 尊上 尊上 你没事吧 醒了 薛静片 怎么会这样 这是 仙女月轻 冬情也传绝 长路经在渐渐 可你何分我 只要 去早再见 就应该出现头上 我就应该承认自己的案件 你 你 我 我 我 会再让你 我 是苏向天结的日子 只是这阵势 怎么比一般人非生礼节更吓人 怎么回事 让开 你要去做什么 他在受天结 你难道要替他承受天结吗 是又如何 你难道不知 带别人承受天结 会痛苦上十倍百倍吗 我所知道 他但不是别人 你什么意思 就算他是你徒弟 他是本座的妻子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怎么能 你们怎么能在一起 不 你是我的 我要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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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只要为了他 做到这种地方 他总想何等何等 别怕 你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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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他 你以现在的行为 你已无情 你难受监 人家会被烟灭 你祸身 你 你 我救 lord 我自己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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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场恰秀的幻觉 心随恨一万千 只因而千不得也 勇气泛华落尽前 此等手里一万千千 刘虫 刘虫 四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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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仙苏香 度劫成功 但上仙徐文柳四下门间 插手苏香历劫一事 四手强迫发气 罪孽深重 自极客起 在长学湖底 囚禁五百年 都已经一百年了 你怎么还不小 算了算了 跟你讲讲 最近海里发生的趋势吧 南海卢王的小女儿啊 成亲了 你猜她的夫君是谁 是泰安 泰安现在 可是名震天下的剑胸 而且 长得比以前更英俊了些 只剑残留你的温热 期盼余生之刺别客 逃不出聪明的鬼子 同日爱过 你醒了 爱与恨模糊 结线 不要塞不及了 夫人就跟着跑他 这一直的修炼 啊 也许只有疫情未见 才能化解未见 等天生一线 勇敢的爱 再勇敢的告别 也许有点